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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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剛剛那個世家一坐下來 我就開玩笑說 剛剛那個題目應該問我 為什麼 因為大概兩年前 大家會跟我互動的東西 大概不脫離行銷 媒體購買 品牌 創意 那大概兩年多前加入鴻海 開始經營機器人這個business 才開始有科技人這個頭銜 掉在我的頭上 所以接下來大家應該會看到一些 跟前面兩位的講者 可能不太一樣的視野跟觀點 用另外一個角度 站在比較商業端 客戶端 使用者端 的概念 來跟大家聊一聊 一開始我想要先讓大家 看一段影片 放下 2檸 3檸 1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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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渡 2檸 第一个问题 在座大家对于机器人的想象 从何而来 上面应该是 现场大家对于机器人 一些比较主要的印象来源 有不认识他们的吗 当然 刚刚因为听到在调查那个出生 已经从1995开始的时候 我就开始有点担心 因为这里面有一些部分 可能是从我的年纪去做投射 前几天在参加一个演讲的时候 中间的那一位 这一位 爱吃铜肉烧的这一位 请问现在他叫什么名字 小叮当吧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AI 但老实说 机器人是AI一个最末端的实现 但大家经常把它当作第一个题目 来讨论 所以我们现在在全世界 以Paper来说 实际上真的 Go to market的只有两个国家 从前年上市 大概三年多的时间到现在 真正所谓的Go to market 不是说它有在这个地方亮相 而是说你买得到 用得到 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ecosystem 其实只有两个国家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难 因为大家都带着 对于这一些人的回忆 投射在Paper的身上 刚刚在谈AI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把它分成 产业 教育 汽车 机器人一站出来 它就是要全部都会 但事实上 其实1966年 Stanford的母校 其实就已经弄去 第一款的服务型机器人 离现在多久了 大家应该也认识 其实大家跟Paper齐名 老实说它的功能也非常的强大 它的硬体结构上 能跑步能够跳跃 Honda Ashmo 它在2000年的时候 它其实就已经亮相 但是到现在 没有人可以买得到它 也没有在任何一个场域 除了他们自己的inhouse之外 任何一个场域 可以接受到它的服务 所以一个技术的发展 创造 落实到使用 其实有一段不小的过程 因为每一个机器人的想象不同 刚刚其实也有提到 不管checkboard 对机器人的想象 当我们开始跟客户介绍 Paper的时候 他的第一个期待值就是 我想要跟他聊天 但是聊天 一定要有一个人形 一定要有实体吗 我个人很喜欢日本这个产品 那我想介绍让大家知道 麻烦播放video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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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起来 哇 嘿嘿 早安 早安 今天雨可能會降到的地方 拿著墊子 不要急著迷糕 我會進去 早安 請注意 請求提示 商品のラインナップに提供 請求提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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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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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回答你回答你的问题